相關管線單位近期在仁愛區的流民船路 中山區西定路一帶進行工程開挖 又暫時性的回填路面 導致周邊商家停水 路面不平等問題引發了民怨 金融市長謝伟良強調 未來將編列預算成立第三方工政單位 負責監督整合施工 這個市府要建立非公務處以外的第三方的一個 監工跟施工的單位 我希望能夠透過公務處的部門來編入113年的預算 我覺得還是要委託一個第三方 來做一些工程的監督 要不然很多這些都是國有的機構 不管是水啊 電啊 他們在挖路的時候如果造成民怨 事實上有時候公務處的一些同仁 他們本身也是公務員 我覺得他們也沒有辦法像我們明代這樣 講話講得非常大聲理直氣壯 甚至去責怪他們 所以我覺得現在民怨越來越多 我們要跳脫原來的框架 要想出一個不同的思維 我是會建議未來透過預算成立一個第三方的 顧問間監督的一個機制 來監督這些包括室友的 包括國有的施工單位都一樣 只要是國家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施工單位 都要被監督 而針對自來水公司最近頻頻出狀況 除了暖暖區的水質遭到質疑 各路段進行汰換老舊水管工程 停水挖路引發民怨 立委參選人林沛祥議員表示 老舊水管汰換一直是大家所關心的議題 未來進入立法院會做好監督 基隆市其實在自來水的規劃方面 在管線上的規劃方面 相對來講比南部縣市好得多 但是不能因為說我們的規劃相對比較優良 針對淹水還是各方面水的充足供給上面比較優勢 所以就讓我們的管線 甚至有些長達五十年以上都沒有做太緩 這也是為什麼基隆市的漏水率是全國排名前三的原因之一 未來沛祥如果有機會有幸進入立法院之後 一定會大力爭取盡快把我們的老舊管線全部禁速汰換 同時之間過去前瞻計劃也有關水資源的針對 有關水資源的改善 譬如說改善漏水之方面 但是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執行率似乎不佳 有些南部的縣市甚至直接拿來做綠美化工程 或直接拿來做牆壁上的塗壓 所以沛祥認為說未來我進入立法院之後 一定會聯合所有對這個死刑有益率的政黨 一起來強力監督 我們要知道我們每一分每一分每一元的納稅錢 到底花到哪裡去 讓我們之前這個前瞻計劃水資源 能夠真正的落實真正能夠執行 林沛祥強調前瞻基礎建設 各縣市都有投入經費改善水環境建設 希望錢都要花在刀口上 才能真正解決民眾關心的用水品質 記者還能不能隨的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到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道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到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到 結果 chia